台北市知名连锁咖啡店有这个窃案发生 嫌犯日前落网了 而被害人为了抓他 他是四处来搜集监视器的资料 没想到警方做完笔录移送法办之后 检察官就让嫌犯低价交保 这让被害人非常气愤了 表示拿不回失窃的东西 结果又让嫌犯有机会重复犯案 让他觉得实在是太离谱了 男子头戴鸭蛇帽穿着T恤牛仔裤 看起来跟一般的大学生没什么两样 只不过大热天还戴着口罩 实在让人忍不住多看他两眼 接下来一名女子起身离开座位去买咖啡 男子走到他的座位旁边 只花了不到30秒 就将桌上的笔垫跟被害人的包包全部给拿走 可以去紧紧搜索他的住所 因为他并不是现行犯 那你这样子已经把他抓来询问了 然后打草精神 那还没有处理的东西他一定马上处理 被害人报案后自立救济找里长店家提供监视录影带的画面 要抓出这个可恶的小偷 果然黄天不负苦心人 几天之后嫌犯顺利落网 但警方笔录做完之后就将资料寒送给检方 接着就让他交保后船 甚至继续犯案 让被害人是非常的气愤 被害人认为检警应该更积极的搜集证据 怎么可以把好不容易逮到的小偷给情谊交保 让他继续的在咖啡店里面随机找目标 被害人担心 如果检警不想出办法 像这样的窃案只会越来越多 中间新闻流量和徐丽婷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